深夜,城卫军营中,快雪横放于西,卫眼背对帐帘独坐军帐中,帐内漆黑一片,没有点灯,而赵朗就那么直接坐在军帐外的地上在帐帘的另一面,高高架起的火盆在他面前燃烧着,硬得他的脸发红,两个人隔着帐帘,背对而坐。 寻夜的士族目不邪视,似乎对这一幕已经司空见惯,看起来赵朗没有挑帘进去的想法,卫眼也没有出来的意思,每当遏制不住杀意的时候,卫眼就会把自己关在军帐里,而每次的这个时候,赵朗也会坐在军帐外,已经说不清多少次了,九道仿佛是人生的一部分,你觉得我可悲吗? 隔着帐帘,卫眼忽然问,为什么这么问?只是忽然想起来,我这一路走来,单人独刀,既没有亲人,也没有朋友。你有亲人,也有朋友,兴卫的不算。 呵呵呵,赵朗低头,轻笑几声,似乎对卫眼难得的孩子气感到无奈,而又觉有趣。 我认真说的,卫眼补充,我也笑得很认真。 赵朗还笑道,我难道不是你的朋友吗? 军帐里沉默了一阵,沉默地让人觉得他是不是已经睡去,之后才有声音继续响起,你看,我总是忘记这些事情,总会忽略其他人。 我只看得到自己和自己的刀。 我以为我跟那个人不一样,但其实或许也一样。 天才就是如此。 天才不需要看到凡人看到的东西,天才有自己的世界。 赵朗说道,而且,在我看来,你们并不一样。 我算什么天才? 啊,你这话好像是在说我不够努力。 我还不够努力吗? 卫眼。 又一阵沉默,只有火盆里火焰噼啪的声音。 无声的叹息之后,卫眼在军帐里问道,以前我没有想过。 但现在我有时会想,当年那件事,我是不是做错了? 无需询问,赵朗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。 沈南七有沈南七的想法,但是你并没有错,那是最好的选择。 与其一起死,不如能活一个是一个。 赵朗顿了顿,补充道,如果是我,我也会那么选。 你也会那么选吗? 隔着丈连,背对而坐。 似乎这就是他们一直以来交心的方式。 卫眼这等一往无前的人物,好像也从来只会在赵朗这里寻求问题答案。 赵朗笑了,他的牙齿很白,笑得很灿烂。 当然,这是无比漫长的一夜。 一整晚,江旺都被不安的情绪缠绕着。 只要他一闭上眼睛,那个漆黑的漩涡就在他眼前。 为了不影响到安安,他甚至不能够翻来覆去。 他静静地仰躺在床上,看着漆黑中的屋顶,一整夜都没有合眼。 直到快天亮的时候,更令他惊惧的变化发生了。 通天宫里的那根黑竹忽然跳动起来。 他乱蹦乱跳,仿佛诞生了灵性,却又受到了某种惊吓一般。 而在此时,他的道脉真灵,那条蝉星灵蛇竟远远游在一边, 整个全城一团似在瑟瑟发抖。 通天宫是道脉大龙最初栖息的地方, 是一切奥秘的起源,天然影响灵觉。 此时通天宫里传来如此不妙的信号, 他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只有有一种本能,本能的恐惧。 天刚刚一亮,江旺就直接起身去了道院,找到董了。 董诗,我怀疑白骨道已经有行动了。 昨天,沈南齐师兄在退出齐昌山脉时被袭击, 对方没有直接杀死沈师兄,而是选择围点打员。 紧接着在小林镇, 有一队前去援助的道院队伍已经失踪, 回头调看一下任务记录便知道是哪几个师兄了。 道院修士被如此针对,这一系列事件绝非偶然。 在联系到之前在牛头山, 白骨道已经开始行动了。 董阿沉吟半赏,你先回去。 此事不要外传,切记不可打草惊蛇。 江旺南南道, 董诗,我的心里很不安,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。 他们在做什么,他们想做什么。 他无法描述通天宫里的变化, 因为不可能打开通天宫给董阿看。 你的心乱了,先回去好好休息。 你一定要慎重对待。 内心的紧迫感令江旺有些言语无措。 他想尽脑海中一切能想到的人, 为此不惜暴露他经历过的许多事情。 白骨道的圣女很强, 但是他们教内还有令他忌惮的更强者。 您可以联系鸡刑司机厮守, 他应该在旺江城附近。 还可以联系清河水府, 对,清河府君非常强。 咱们与清河水府数百年盟约, 他一定愿意帮忙。 够了,你冷静一点。 董阿制止他, 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严重, 天塌下来也轮不到你去扛。 但是,但是, 江旺汗毛直树。 他同时也在不停地告诉自己要镇定, 以魔力已久的道心镇压情绪。 他直面过生死, 也久经考验。 以他的心性, 本不可能如此惊惧惶恐。 或许是通天宫里的那根黑竹感染了他。 情绪是会传递的, 尤其是在通天宫这等隐秘的地方, 尤其这根黑竹还与他联系如此紧密。 然而, 如黑竹这等自有灵性的宝物, 为什么会惊惧至此? 没有但是, 此事我自有安排。 董阿道, 江旺仍不能安心, 不由问道, 牛头山您有没有去调查? 方赫林那边有没有什么收获? 见他越说越离谱了, 董阿咒眉道, 方赫林那边, 机刑司还在例行问讯, 有萧教席看着, 不会出问题。 还有, 关于整个白骨道的事情, 我已经知会未去及, 并且也上报朝廷。 这个层次的事情, 不是你能插手, 我只能说这么多。 董阿难得地宽慰了一句, 回去好好睡一觉。 放心, 无论面对什么劫难, 都会过去的。 都会过去吗? 就在这时, 有道院弟子在门外道, 董院, 宋院长请您过去, 说是有一张古丹方, 需要您帮忙一起研究。 知道了, 我现在就去。 董阿先对着外面回复, 再站起来, 深深地看了江旺一眼, 你先回去吧。 江旺只能强行压下不安, 他能做的都已经做了。 的确如董阿所说, 其他事情他也插不上手。 离开董阿的小院, 那根黑竹还在通天宫里 一上一下地跳动。 砰砰砰, 砰砰砰, 有如心跳声。 一標明显目彻底本次他掌握 一川底震撼。 再把集幻海岸放山装浏出,